今天有幾個問題 我就順便回答一下 好 11月有一天我會在台大心腐中心辦的演講演講 因為10月我都在別的學校演講 所以各位可以告訴其他人 你們其實最有機會聽到所有的東西 可是你們常常就不會把握機會好好的問 你們就那個嚇著阿星這樣 乞丐阿星 好 這個問題是這樣 最近的幾段感情 最近幾段感情 你要氣死多少人呢 最近到幾段感情 最愛感情都是一個模式 無論我事先調查與否 你還事先調查 就上網去嘛 Google他網頁嘛 看他的Facebook嘛 對不對 只有你的事先調查嘛 無論事先調查與否 這個女的她都會在我準備告白的前幾天 交到男友 你就是電影拍的那個人叫什麼男子呢 就是跟你交往以後 他馬上就會找到那個真命天子那種人 那叫什麼 對 就是那個 你是人家的福星 你知道嗎 你基本上是屬於招財貓那一型的 我們得發明一個名詞 就所有人跟你交往下一個會更好 懂嗎 你就是那個墊腳石 真的有這種人喔 好吧 這種連續的偶然 同學 連續的偶然就是必然 對不起 讓你難過 讓我有一種被命運玩弄的感覺 你是對的 這感覺是對的 請老師告訴我 如何調整我的心態 這怎麼調整我的心態喔 這個難題我沒碰過 先等一下 我看看別的問題可不可以救我 這樣 先等一下 哇 你們現在問題都越來越深入 未來的丘比特 誇號 月老的梗有人用過了 那錢我不夠年輕嘛 好 請問未來的丘比特就是我啦 我未來的丘比特 能想像我光著屁股 然後很難想像那畫面 我還是越覺得越老 那梗雖然老 還是適合老師 懂嗎 請問女生都喜歡曖昧嗎 我最近看到公開宣揚 喜歡曖昧的是林美秀 林美秀是那個演員 她覺得曖昧不錯 我看到 看到新聞有報導 其他人呢 我已經講過 你喜歡曖昧呢 那其實是你沒自信的表現 因為你有自信她會喜歡你回來 你幹嘛要喜歡曖昧呢 你可以光明正大牽著她的手 然後跟她講出你心的話 你不用那麼假 那種大家裝來裝去 好像我是你男朋友 我又不是你男朋友 我好像又你是我女朋友 好像你不是我女朋友 幹嘛呢 你愛演的話 去參加國光異校 或去參加達人秀 你就覺得人生苦短啦 能在一起 趕快在一起 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沒了 你看紐約這次刮大風雪 不是大風雪 那叫Hurricane 颶風 好可怕 我們在紐約住過 從來沒看過那麼可怕的事情 雖然現在身不在紐約 都覺得很可怕 所以你喜歡曖昧喔 女生喜歡曖昧 不是很喜歡曖昧 大部分人都覺得不太有保障 對未來充滿恐懼 所以曖昧好像是一種保障 其實曖昧不是一種保障 曖昧呢是自欺欺人啊 好 我有很多女性的好朋友 有些人我對她們很有好感 基本上你就大人哥嘛 對不對 但我的個性很不喜歡曖昧 對 我覺得你個性是對的 所以我會主動告白或示好 問題出在這裡 我這幾個禮拜 一直被這問題纏繞 纏繞到上禮拜 我去跟學校的叫做生命 生命教育的社群老師聊天 還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他覺得很困擾 這個老師不是叫愛情社群學 他覺得很困擾 為什麼現在年輕人 一直在講告白的問題 他說對他來講就是去約會嘛 啊約的到就去約會嘛 約不到就沒了嘛 就這麼簡單 這跟告白有什麼關係 一語驚醒夢中人 所以第一個 我上次不跟你講 你到底告白想幹什麼 你告白頂多想認識他嘛 如果你已經認識他了 接下來那一段 就是你要跟他做為男女朋友 就是我不再跟別人交往 你也不要跟別人交往 我就是你的男朋友 你就是我女朋友 要不然這樣 那告白如果到那階段 那個相對而言很好講的 因為你已經跟他有過一段 那如果是前面那個 那個就不叫告白 那只是要認識對方啊 你在前面一開始就說 我要跟你結婚 你不是嚇死人嗎 在孫老師那時代都不行了 在你這時代更不行的啦 所以你在那裡頂多就是 我希望能有機會多認識你 或者希望你多認識我 對不對 彼此多認識一下 喝個下午茶 那這個你不要把它想成告白 就很容易就是喝個下午茶 OK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約會 這個約會呢 也沒有任何危險性存在 頂多頂多喝個下午茶 然後去拉肚子頂多 那也可不是你的關係這樣 好 所以這個你會主動告白或示好 我覺得你這個要注意一下 在哪一個階段 但是往往都失敗 當聽女生說 女生喜歡曖昧的感覺 若某次的約會 男方主動牽女方的手 女方沒拒絕就表示願意交往 省略口頭告白 不知道邱比特的看法 謝謝解惑 邱比特沒那麼聰明 不過邱比特會問同學 女同學 先問的同學 甚至女同學可以舉手 如果你認為這邊說的 女生喜歡告白 只要讓某次約會 男方主動 女生讓男方主動牽了手 就表示願意交往的 認為是這樣的請舉手 我看一下 不是這樣的請舉手 OK 所以牽的手啊都還不是啊 你不是讓這個人死嗎 他好不容易認為這牽的手 好歹撈到個什麼 那個竹科工程師啊 或什麼被騙的時候 通常會講這句話 我花了70萬 連個小手都沒碰到 對不對 可見牽手對很多男生來講 是代表很重大的意義 現在你們剛剛的投票結果 這打擊到男生 那怎麼樣才是重大意義呢 各位男同學 我幫你們問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看我丘比特是沒辦法 我還是回到月老這裡 丘比特大概外國人競爭了很多 而且那個身材要好 老師是在這眼上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可能 也不是牽個手就一定是了嘛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多方的問啊 了解啊 為什麼對方不接受你呢 通常你去看那個電影 答案就在那個電影名字上面 Maybe she's not that into you 這樣 其實他沒那麼喜歡你 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他不喜歡你呢 你就可以去找理由 長得不夠帥啦 不夠有錢啦 隨便你去找理由 他期待更多啦 或者他還很嫩啊 不知道你是個寶啊 有人就去買玉 有人會去磨石頭 把石頭磨成玉 就這樣 如果你是那個玉的話 我通常建議同學平等對待 共同奮鬥啦 這樣你的回憶會比較多 如果你什麼都檢現成的 這也是一種方式 有人有本錢有人沒有 所以同學對不起啦 我能回答的也很有限 然後有時候呢 你可能碰到的 這不是這個最好的時候這樣 月老你好 現在大家都開始這樣子了 孫老師不行嗎 好啦 多一點選票 懂嗎 按個讚 我將來在天上的Facebook 一定會衝到第一名 我一死掉第一個禮拜 可能就衝到月老第一名 月老你好 很多台大學生 即便不是宅男宅女 每天生活也不是固定在學校 家裡圖書館 但也不一定有辦理 這有怎麼說 這就表示這個定律不合啊 這還要怎麼說呢 我上次那個研究是15年前 有一組同學做的研究 那就算老師上課講的 有東西也不是真理啊 就是老師當時的發現 如果你有不一樣的 那當然就可以反駁了 這就是很好的反駁啊 上禮拜這個生命教育中心 另外老師說 你回答人家的問題 會不會有的時候人家問題 是很專門的 你回答是很一般的 我說是啊 其實某種程度經常是這樣 那我們只是在觀念上 那跟你提醒一下 有不同的想法 你的想法 你可能沒想到老師的想法 老師提供你另外一個想法 並不表示這個想法 是解決你問題的萬鈴丹 如果我能宣稱解決你問題的萬鈴丹 那我真的是到路上就被打到 不知道死在哪裡去 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的啊 所以有人不是固定這樣 也沒有伴侶 沒有伴侶呢 有時候看你怎麼說 帥民先生最厲害的一點 是他從來不講明時間 不講明時間 所以呢你就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出現啊 他永遠有效啊 我講的話我也可以很負責任 很不負責任說 同學時間還沒到 你怎麼知道不會發生呢 對不對 到你大學畢業 同學時間還沒到 你怎麼知道不會發生呢 中國有一句話說的最安慰人心的 其實就是因為只是安慰人心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不報時候未到 那什麼時候他們跟你講 沒講 這套到邏輯嘛 要等到報你 你看嘛這就是時候現實報 那為什麼沒報呢 還沒到還沒到 那什麼時候會報 下一次 這種不講明時間呢 都是很好拿來當理由的 我不願意這樣騙你 我真的不願意這樣沒 所以你真的不是那樣 那也許你還在去找原因 你們不是要做一個研究嗎 也許你們這組可以研究出 比15年前的學生做得更好的研究 好 那我上課就可以講出你們的研究成果 有的時候啊 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 我上次有講過 我聽說過在北京的北海公園 到禮拜六禮拜天 那個家長都會把自己小孩的資料拿出來 然後到北海公園大家去交換 幫小孩相親 這件事情在台灣發生了 你這個在知名村交還村交也知名 反正是第二集那部電影裡面 有演到這個段落 那台灣呢 這禮拜天我看新聞說 南部有一個 他們有辦一個餐會 這個餐會呢 媽媽或爸爸出席 然後帶著個名牌 就是寫找女婿或是找媳婦 然後帶著自己小孩的那個資料 包括照片啊幹嘛的這樣 然後他們就聚餐 有個單位就辦這些聚餐 然後找媳婦的就看那邊有提供要有女兒的 大家就長輩先聊天 長輩先做篩選 篩選完了再把真人帶來 然後再談 南部已經開始出現這個事情 新聞報導大概都已經不是剛開始而已 都已經進行政治 那中國大陸早就有了 而且行之有年 那很多家長擔心著 這個這裡面比較大的問題 坦白說就是到時候你看上了 人家年輕人不願意你怎麼辦 這是最大的問題還沒有發生的 或者已經發生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個你這個不一定有 到時候你爸媽比你急可能就把你找了 找了以後你要不要去認識的問題 所以感情的問題喔 如果真的就那麼簡單 等到我來發現我不必現在 不是我不必以後 我現在就可以當月老了 我現在就不必在大學教書了 我就到東區租個小店 然後穿把自己就搞得再神秘一點 一天只收兩個人 然後每一天呢一個命呢十萬塊 我跟你講我照收發到不行啊 把自己搞得神秘兮兮的 講話神秘兮兮的 沒有經過同學的推薦 我不會接受的 你一進來我再買一個大水晶球 懂嗎 我們老師以前早講過 大學生還會失業丟臉 大學生你就應該學會這種騙術 你學了那麼多還不會騙人嗎 老師大學生能騙人嗎 當然老師這鼓勵 有時候講話故意講反話 好的 所以那個問題 老師這就不是月老了 談戀愛就是在玩遊戲嗎 這有一種叫遊戲愛OK 甜戀愛當然不是玩遊戲 你看你面前有那遊戲機嗎 有那種 有嗎沒有嘛所以不是遊戲 記住如果有的話同學你趕快去看醫生 你顯然有很嚴重的幻覺 你桌上有遊戲機嗎沒有 所以談戀愛是遊戲的話 是有些人真的是這樣主張的 尤其羅馬時代的奧維德是這樣主張的 現在那種條件好的也都是這樣主張的 覺得幹嘛談戀愛那大家就玩玩嘛對不對 哎呦老派人才談戀愛幹嘛談戀愛 感情都沒有真的啦最後都會結束的啦 把握青春啦這樣的 這些話聽起來都非常非常美妙這樣 你有條件你玩嘛 談戀愛就是在玩遊戲嗎 為什麼這麼多書講座教我們誇號 如何不要讓對方覺得你太喜歡或太在乎他 上禮拜我們是不是教了一個 有一種理論叫做最小利益原則 講的就是這個翻成白話完就是這個 因為這樣你就會有優勢啊 這就是一場遊戲啊 你不要把表現把自己的身價賣低了你知道嗎 你好像股票上市還是幹嘛 我很討厭這種觀點 我已經不止一次表明我非常討厭這種觀點 把人當財產把人當做可以比較很涼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可是很多人都這樣講 所以這是我非常不贊成 你如果贊成這樣你修我的課你倒楣 你倒楣你學不到東西 好確實有很多講座是這樣的 那講座也有人花錢去那個的 那我之所以願意讓我的課到講到電視上 或到這個開放課程 有一點我覺得有些知識不需要花錢的 不是不花錢知識就不值得 我們台灣太多知識太多東西沒有讓你 有求知的管道 所以大家就是疾病亂投醫 所以有些錢就花在不該花的身上 我常說你真的覺得要你有錢 你就去慈善樂捐嘛 有些中低收入家庭他需要錢 你可以把你多的錢給他呀 你幹嘛呢 像我們台大這個就完全不要錢 誰都可以看 好 比較在意的一方就輸了 可不可以不被就 所以可以不被珍惜 你如果用這個態度我真的也沒辦法 平等對待 括號共同奮鬥 難道不是建立在真心誠意之上嗎 就是建立在真心誠意之上啊這樣 括號說其實我比較比想像中再激動一點 謝謝老師 謝謝你啊 就是太多人都是用這種算計的 連爸媽去相親基本上都在算計啊 基本上都在算計啊 那這樣的話我們學校什麼都不必有嘛 所有學校變管理學院就好了嘛 台大管理大學 因為其他的都找不到事嘛 全部都管理大學 你覺得就找到事了嗎 好再回到這個問題 幾段感情都不論調查與否 都會在我準備告白前幾天交到男朋友 所以你可以在江湖上打上名稱啊 請先跟我交往 然後你就會對到更好的人 我想這可能就是你的利基所在 而且同學你現在才大幾哈 世界會改變 世界絕對會改變 我在你的年紀要是就跟你一樣 然後開始覺得不知道怎麼辦的話 我就不會今天看到有粉絲跟我合照 這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同學跟我合照是OK的 而且這幾年 最誇張是昨天 那個很誇張 說老師我給你合照 我說你不來啦 他沒有啊 我說為什麼今天選給我合照 他今天心情很好啊 以前都是結束的那天會跟我照相 那我現在也從善入略 我說你要照Q版還正式版 老師可以提供兩版 那Q版怎麼樣就到時候看 正式版就是那種 懂嗎 那是 那種 你懂我的意思啊 就大家可以擺出來不會很尷尬 那Q版就那種 那種像Line裡面那個角色這樣 饅頭人那個角色 我超級喜歡那個角色這樣 我希望有一天吃到那麼圓 然後就可以等Line真人版 曾老師真人版 好啦這是你們的問題啊 對不起啊 最後那個同學問題 我其實還沒有好好想到 我覺得你有時候真的就等待吧 真的等待準備好自己 然後那個適合你的人 可能再有一天就會出現 不要忘掉有一個老太太有給你鼓勵 她76歲才碰到 所以各位離76歲還很遠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這不是只有同志才能用 好那這是今天的問題 今天呢 今天要談非常悲哀的故事 從今天到下課之前 如果我還笑得出來 我就不知道我是怎麼活的 大概就是那個粉絲的關係 今天我們要先談 第一個部分呢 是談情感的維繫的最大的危機 通常就是第三者的出現 那通常談第三者呢 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在談戀愛關係中第三者 一種是在婚姻中的第三者 這兩種情況略有不同 那這方面的文獻其實很多 但是因為我還來不及看 所以呢 就只有這個研究的結果 然後有關我們所謂的第三者的介入 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說法 我們先看一下在講義70頁的地方 相關的概念叫love affair 或者有時候就叫affair 這是英文叫affair 然後也有一個英文叫fling 這fling呢好像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日文也有一個不倫也叫fling 日文的不倫這兩個漢字念成日文就是fling 就是不是很標準的fling 那中文不倫也有這樣說 但是現在用的日文的比較多 所以這是你可以看到文化上面 逐漸融合的一個現象 另外很簡單的很清楚的概念叫不忠infidelity 那這個在學術研究上用這個字用的非常的多 很少用fling也很少用affair 那在文學裡面小說裡面 有一個英國作家寫了一本書 叫做the end of an affair 也拍成電影 那個你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電影最後就咒罵了上帝這樣 因為那電影真的很愚蠢 拍得演得很認真 我覺得那電影這個故事本身我認為極度愚蠢 我看的愛情故事 基本上沒有幾個是聰明的愛情故事 快樂的愛情故事 都是愚蠢至極的愛情故事這樣 那還有一個更學術的說法叫extradiatic relation diatic relation是兩個人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用學術一點用語叫二元關係 那extradiatic就是超過二元的關係 二元關係之外 那形式上呢這個one night stand 中文翻譯一夜情不是一個整個晚上都站 一個整個晚上站得太累 所以one night stand 那一夜情不是本課程的重點 因為一夜情從來都沒有人問過我 老師要如何一夜情從來沒有人問過我 從來沒有 所以顯見一夜情是個相當容易的問題 你反正大家目的非常清楚 那找到你願意我願意那就行了 第二個呢叫做激情的外遇 外遇沒有激情大概很難想像 那你幹嘛去 我等一下去外遇 聽起來怪怪的這樣 外遇是有激情就這樣 嗨到不行這樣 覺得我等一下去外遇了這樣 然後只有外遇完了才這樣 那才叫做外遇嘛 外遇跟激情如果不擺在一塊 外遇跟那種無聊倦怠擺在一起 那叫oxymoron這樣 不可能 這是矛盾的字眼 另外呢以某人為對象的性幻想 這也是外遇 有人認為這叫做 情感外遇還是精神外遇 有人問過我 我說天啊 人要是連性幻想的自由都沒有 那不知道什麼世界 自己坐在一個自己的地方 不管在房間裡在廁所裡 房間當然比廁所好 味道至少是這樣 你就自己就自己開起來 這是 這可能是造物者給人的一個禮物吧 這樣怎麼講 你既然有喜歡的人 或是喜歡的對象 或者有性幻想的對象 這某種程度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個人也認為是蠻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連這個都要被禁止 那真的是蠻可憐的 71 辦旅交換 這辦旅交換通常出在結婚的人多 少數 我那個時代 我有聽說出去旅遊 那個不同的高中或者是專科學校 大專院校的人出去旅遊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車 都只有摩托車 就聽說就是交換鑰匙 男生把那摩托車的鑰匙丟在一個地方 然後女生去撿那個鑰匙 你撿到誰就坐誰的車 那個通常就一起去玩 玩的時候你就 因為摩托車通常都希望女生 男生都希望女生能夠抱著男生 男生覺得自己幸福到不行這樣 那某種程度的性幻想這樣 那有些女生非常矜持 就用手拉著後面這樣 或者中間隔一個那個什麼袋子 反正你就是用盡一切辦法 你不喜歡男生你就那樣 那男生呢 有的更賊的男生 就買那個以前叫野狼機車這樣 你一定會往下滑的你知道嗎 那種你不可能這種 在重力上你不可能這樣怎麼撐這樣 撐完你腰就斷了 所以那也是另外一種 你賊我比你更賊的那種做法這樣 所以野狼機車有一陣子在台灣 在男性非常的喜歡那種機車 你聽嘛叫野狼 那名字就不是好東西這樣 這樣要不要這樣 到現在為止台灣的機車 沒有人叫吸血鬼機車 暮光之城之吸血鬼機車 把它氣成全白的這樣 那會滿恐怖的這樣 另外呢叫二元體之外 伴侶交換就換妻俱樂部 換妻俱樂部都非常低調 有一次居然有一個新聞照到了這樣 那因為呢畫面都不雅 所以都要打馬賽克 那有畫面跟沒畫面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很尷尬 他就跑到了南部去 在一個休閒聖地 然後這個訪問那個換妻俱樂部 換妻俱樂部都是夫妻參加的 然後都是志願的 然後顯然在訪問的時候是非常非常高興的 大家都沒有一個人有什麼覺得這種不道德的事情 那他們都知道外面的人很難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都不願意曝光 都不願意曝光 然後他們的活動一直有 然後非常非常非常隱密的 然後是查得非常嚴的 所以一直有謠言 然後但是後來那記者訪問到 所以有換妻俱樂部 這在美國在別的地方都有 那有些人認為在原始部落呢 就是有一種亂婚制 就是Promiscuity都亂搞啦 你誰跟誰喜歡就搞啦這樣 那有幻想這階段 但現在大部分的人類學家發現 在已知的人類社會裡面 好像沒出現這種狀況 可是有人幻想了這個狀況 所以這也是一個 從伴侶交換衍生而來的那個Promiscuity 另外呢二元體之外的浪漫依戀 Romantic attachment 什麼時候是同性或異性的好朋友 什麼時候變成同性戀或異性戀 這個有時候他人的認定 跟你自我的認定會有差距 那傳統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一旦有了女朋友 你就不要再跟異性的朋友來往 表現那麼親密的關係 增加瓜田裡下的嫌疑 還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擾 所以結婚的男男女女 大概都不會 除了同事關係之外 不會再跟人家發展什麼 興趣方面的這種好處 所以結婚以後就回到家庭 這個某種程度是比較單純的 現在社會大概不太可能這樣 不太可能這樣 所以呢就很多瓜田裡下 很多人的關係就在於 辦公辦公然後本來是好朋友 然後呼忽然間哪一天好像就出現了 這個外遇的事情 然後就鬧得大家很不高興這樣子 連當老師跟指導學生 這個東西都偶有所聞 講實有所聞是太誇張 偶有所聞是真的 一直會有這種狀況 一直會有這種狀況 然後有些人有名到 每次這種狀況出現 即使都會去訪問他說 那你對於這個什麼看法 最近發生那二十七歲事情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人就無端的被捲入這樣 他說關我什麼事 我想你別鬧了 因為你做過這種事啊 你可以出來幫他說話啊 或者你就出來罵他啊 你罵他就表示你過去也錯啊 你幫他說話就表示 你現在還是一樣不要臉啊 這些記者的 這是記者的那種你知道嗎 我覺得所以那個人就是說 關我什麼事 我就有點道理 意思就是說no comment 另外調情flirting 什麼樣的叫做有趣的談話 什麼是調情 這有時候個人感受不一致 有些人覺得你不要說話那麼輕調這樣 這個在歷史上有個非常有名的故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選擇 不去相信這個故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機會休下一些那個課 這個呢出現在一個古典的故事裡面 叫做那個橋段叫遊圓驚夢 那個劇叫做 牡丹亭 啊牡丹亭 對我一直想桃花扇我想不對 那個扇子哪那麼小 是一個亭子的故事 這個牡丹亭的故事啊 白先生我先生最愛這樣啊 這我真的要對不起白先生這樣啊 有一次他的孽子電視上演 那中文系的梅嘉玲老師請我去做這個硬後做 手硬的這個座談 然後那白先生就請我們吃飯這樣啊 所以美老師大概覺得很尷尬這樣 真的要跟他抱歉這樣啊 結果就聊天啊 白先生非常好 送我親筆簽名的台北人這樣啊 講到他對於這個牡丹亭的喜愛 就是他書上都有寫我也知道這樣 可是我這個人就是 我說白先生這個故事不太好欸 她怎麼會 我說那個女主角叫做杜麗娘 男主角叫柳孟梅 男主角原來的名字不是叫柳孟梅 是因為那杜麗娘呢 從小就被關在那個那個府裡面 然後有一天私春了啊 然後念西香記就私春了啊 念西香記私春以後就開始想著這種事 可是他爸媽就給他請了東空先生 教他一些他完全沒興趣的事情 所以有一天他在後花園的時候 遊園驚夢就這麼來了 不過不要忘了 這已經到第十則左右啊 前面都附成了一堆故事 你就直接跳到第十則你知道嗎 就像看武俠看那個偵探小說 你先看兩三張然後跳最後一張 這故事就可以結束了 中間你自己都可以想 Anyway 然後他就有一天就在那個亭子裡面 叫牡丹亭啊 在牡丹亭裡面就睡著了 睡著了呢就夢到呢 在那個桃花下面 是桃花吧什麼下 就來了一個標誌的人啊 這標誌人兒呢當然就 因為在梅子樹下面 所以叫夢梅 對因為做夢夢到的梅子樹下面 就來了一個白面書生 他心裡還想 嘿 我應該跟他多講幾句話吧 這個 這個當然有成績部分 他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結果呢這個人呢 說了幾句輕薄的話 就把他給擺在亭子桌上 就把他給做了 做了他不生體力 直到後來他媽媽叫他 就叫醒了 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掛了 這裡面還穿插著花繩的故事 我覺得中國人的繩都不是好東西 我就知道去改正那個風氣懂嗎 因為現在沒有那個文本 所以講起來好像有點誇張 中國的月老也不是好東西 你去看那個李復元的訂婚店 唐代傳奇小說裡面 那月老根本不分青龍照白 不管是非的 這花繩也是 欸 強暴人是對的事嗎 你應該阻止嘛 這強暴人能怎麼能 再帥的人也不能強暴人嗎 你李中瑞嗎你 怎麼能這麼搞呢 所以李中瑞應該不算什麼 如果照這個邏輯 所以他起來然後就掛了 掛了以後當然這魂的故事就 以前就只有這個故事 Anyway就是後來變 後來的故事比較浪漫 前面故事是非常不浪漫 基本上是約會強暴的故事 我就跟他說白仙這故事前面不太好 他怎麼會 然後就 我就很尷尬這樣 我想是你沒看還是我沒看 還是我看走了眼 後來我回家再把那個書拿出來看 我沒看走眼啊 是你們都選擇不看那一段啊 他說那是個夢 人家有人說那是個夢 我說誰的夢啊 杜麗娘的夢 喔是嗎 杜麗娘這個書誰寫的啊 湯賢祖 湯賢祖男的女的啊 男的 男的認為女人要做這種夢對吧 我們男人幻想你們女人 要這樣子需求我們啊 所以我們對你們約會強暴 其實滿足你們的願望啊 你不覺得這後面的路應該是很可怕的嗎 你在明朝就算了 在現在 如果哪一天男同學去的時候 我知道你們要想什麼對不對 你們就是夢想的被強暴啊 然後人家打你一把 你看你來這一招 你就完全那樣非常白目這樣去做 到時候你就上電視了 你就到時候關在監牢裡還說 你看她就希望哪一天來捷獄救我 你們女人就這樣怪啊 你腦子就有問題了 你這樣想的話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一個調情 甚至調情到後來他真的把它給做了 在夢裡面 你可以說那是一場夢 可是為什麼在這故事裡面要安排那場夢 永遠經夢夢什麼 這是很不好的意識形態你知道嗎 戲劇拍拍得好美 尤其那個昆曲對不對 唱什麼完全聽不懂 然後你就知道兩人相愛 那男不男女無女的那種聲音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很Man的人沒有 昆曲裡面完全所有人都無農軟調 完全沒有Man的只有在京戲裡面出 那叫Man OK 昆曲出來那個就太不雅了 江南人誰跟你搞這個 他們是江南style OK 那種江南style OK 不是韓國的江南style 好吧 所以這flirting 已經那已經不是flirting了 那個問題已經從flirting到更前面 你現在你能接受這種故事嗎 我跟你講沒有人能接受這種故事 這個是這個時代 可是大部分都是男人在看 所以男人潛一波化受到影響 原來女人就要求這個 不是要牽小手呢 你就把它做了就是你的 我那時代我有聽過這種說法 哎呀女人哪 你就上了她她就是你的人哪 布袋戲裡面有這種說法 一夜夫妻百世恩喔 一夜夫妻那你強暴人家 那也算一夜夫妻嗎 所以你看中國傳統的想法 如果一個女人被強暴了 最好的結局是什麼 就嫁給這強暴你的人啊 這樣就兩全其美啊 玩高了耶兩全其美 各位要不要知道這個台灣史上 這個民法史上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叫鄧如文沙夫案 其實講鄧如文沙夫案真的是不太好的 因為好像他為什麼要殺人 你沒把理由講出來 為什麼不叫林阿琪虐妻案 被殺人叫林阿琪啊 所以我建議大家男女評論時代 男主角是誰一定要講出來 女主角誰也要講出來 不然你只講女主角 事後人家會認為鄧如文是個瘋女人 鄧如文不是個瘋女人 這故事一開始也是這樣 這個林阿琪這個人 新聞都有的 這個你上網查都有的 你很不幸 都叫鄧如文沙夫案查到 故事男主角叫林阿琪 林阿琪就強暴了鄧如文 然後鄉里就去做協調 協調結果就是那種異形態 哎呀他強暴你就他喜歡你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一件這冤冤這不好的事情 就變成一件喜事嘛對不對 就讓他們兩個結婚嘛年輕人嘛 哎呀對不對 給他們一個機會嘛 就這樣一講啊 在當時這種情況之下 這是這是上上策才會做出來的決定 現在當然女性主義的想法會獲得尊重身體啊 說你強暴人你根本就不是好人 你還跟他結婚你根本就該抓去坐牢的 那他們說哎呀強暴了反正就是他喜歡你 不是的 他強暴不是他喜歡你 他喜歡你他就不應該強暴你 你還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呢 這個林阿琪並沒有對鄧如文更好 並沒有 怎麼可能對他好呢 他就是強暴他的女人 你會看得起那個你強暴的女人嗎 你看得起他就不會強暴他了 同學是寄生戰生機的問題 結果呢好像連那個他的婆家 他的妹妹他都欺負 這欺負是不知道什麼意義啊 所以他受不了了 他還跟他生了兩個小孩啊 兩個小孩啊 你不要以為 噢葉夫妻百世人生兩個小孩 後來他的那個虐待 並沒有因此減少啊 他受不了了啊 有一天趁他熟睡就把他殺了 這叫鄧如文殺夫愛 各位聽到任何案件都要想到有頭有尾 所以後來女性主義團體就出來 說這是不得已的 家庭暴力法令就這樣通過了 因為鄧如文殺夫愛 那鄧如文後來也被關了幾年 然後前幾年出獄了 聽說改名換姓 你怎麼活嗎 大家都一天到晚鄧如文殺夫愛 鄧如文殺夫愛 那小孩怎麼長大嗎 你知道嗎 尤其小孩媽媽殺了爸爸 這我們當外人談這種事情輕鬆的很 他小孩就在怎麼去接受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故事呢就是從強暴開始 以前女人被強暴 對方強暴人的人家裡只要出叫做遮羞費 這個在歐洲也有過這種情況 你說出遮羞費就可以擺平這件事情 就沒有法律上的責任 所以我念高中國中的時候 報上經常地方新聞經常有這個 啊鄉里上誰強暴了誰 後來呢要不然就結婚了 要不然就付了遮羞費把這個事情給擺平 現在沒有遮羞費這個事情 你可以看法律的進步 跟對權力的保障 順便說一下 所以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故事 這調情要到什麼地步 你現在看美國的電影 大概都在酒吧調情 那到酒吧去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 不是只有喝酒而已 而是喝酒後面要發生的事情 第三個這最後一個就是嫖妓 這也是 那妓女的娼妓的問題 這一直是很大的問題 有些國家要禁 有些國家不禁 那不禁的也禁不了 禁的也禁不了 所以就是變成一個 大家盡量不要去碰的問題 碰的尷尬 碰的尷尬 有時候有些團體會想表現 他們的正式的立場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難題 就是嫖妓的問題 那娼妓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這個是解決不了的難題 討論不完的問題 那這個兩個人的研究 這兩個研究 這兩個人是荷蘭人 荷蘭人的名字 荷蘭人對娼妓 因為荷蘭你有去過阿姆斯丹 你就知道紅燈區 紅燈區就是那些娼妓呢 或者性產業工作者 站在一個櫥窗裡面 然後開著燈讓你看 你有興趣就進去 他就把窗簾一拉 你們兩個就在裡面辦事 最近女性影展電影節有一個紀錄片 兩對雙一對雙胞胎 老姐妹在荷蘭 從年輕時候做倉妓做到前幾年 那拍攝過程裡面 還有一個很老的 還在做倉 還在從事這個行業 非常奇特的一個故事 非常奇特的一個故事 好 那他們兩個研究發現 第一個 整理了12種婚外情的研究 至少婚姻中一位伴侶會發生 婚外情的機率距離40%跟76% 有人看到這數字決定不結婚 不結婚你以為躲得過嗎 不結婚還不是一樣 這不是結不結婚的問題而已 也不要因為別人的狀況 決定你的狀況跟別人是一樣的 那其中13%男性跟21%的女性 女性比男性多 宣稱曾經過單純的精神外遇 看清楚這個 然後31%的男性跟16%的女性 男的比女的多近乎一倍 有性跟感情的婚外情 所以男人還是比較容易有婚外情 比女性高一倍 女性並不是不可能 好 這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呢 婚姻中的外遇要少於約會 或同居關係中的外遇 因為同居跟約會的 法律束縛力會比較低 所以你會比較容易有這種事 因為發生這種事情 沒什麼後果要承擔呢 你談戀愛 那我現在就愛上別人了 頂多就是劈腿 然後你就把我罵一頓 或者我就離開就沒事了嘛 你能怎樣嘛 你能怎樣嘛 那社會新聞最多就是你來殺我嘛 然後殺掉那狗男女嘛 就這樣嘛 那你還能怎樣嘛 新聞三不五十也有這種 讓人很難過的事情 所以呢 婚姻中外語相對而言 就會比較少 因為畢竟還是有責任感 還是有很多法律的限制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結婚是比同居好的 第三 男同志關係 很慘見的有提到這個 劈腿現在要比疫情的關係多 可是女同志的情況呢 就比較少 這是美國的 這是應該是美國為主 或歐美為主的情況 台灣怎麼樣不知道 雖然前天有同志大遊行 第四 黑人 再婚的人 教育程度很高或很低的人 就兩端 都會地區的人 跟宗教性比較低的人 都容易劈腿有外語 這是他的研究成果 有這個相關 所以教育程度高的人 像我們 博士學位 這是高危險群 教育程度低的人 也是高危險群 第六 第五 對不起 男人比女人的外語比例要高 不過有越來越平等的趨勢 平等對待 共同奮鬥 太奇怪了這話 第六 大部分的文化跟社會都譴責外語 像美國那樣還是有譴責的 你不要以為美國這樣很隨便 就沒有人譴責 荷蘭是宗教性很強的國家 你沒看到倉記 荷蘭是新教發展重要的國家 這都是有時候不太能解釋的地方 都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 1990年代左右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人 認為外語是不道德 這是態度調查 態度調查跟行為有時候是有差距的 態度上你反對 並不表示你不會做 你覺得在紅燈時 橫越馬路是對的嗎 那錯 你會不會橫越馬路呢 看情況懂嗎 所以這個態度調查跟行為調查 有時候是不一樣的 那1997年發現 百分之七十八的荷蘭人 認為外語是錯誤的行為 不是百分之百百百分之七十八 好 那中國人多少 中國人可能高一點 第七 對外語的態度比較寬容的人 多半是年輕人 然後呢 教育程度高的人 我們大學教授 中上階級的人 宗教觀念信仰薄弱的人 還會住在都市的人 還比較具有自由政治態度觀念的人 所以提倡很多新的觀念 大概都是政治態度上比較自由的人 都自認為是自由派的人 或被標為自由派的人 如果你反對這些 就會不認為你是保守派 第八 大多數社會對於男女外語 採取雙重標準 這個是 你不高興也沒用 對於女人外語 行為比對男人外語更多的譴責 男人可以有外語 男人外語通常會被原諒 女人有外語 你就萬劫不復 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叫做安娜卡列尼娜 托爾斯泰的小說 那其他這種外語的小說 這個就不用說了 如果下一期那門課開成 現在聽起來是開得成 愛情歷史社會學 其中有一個就講到 歷史上第一本 頌揚外語的小說 叫做清和麗 哥德寫的 大文豪 哥德寫的 當時他寫完這本小說 這本小說在知識分子圈中 非常非常的盛行 因為你終於找到一個理由了 說原來外語不是錯的 這本書的最後一段 外語的那對男女死了 哥德加了這麼個尾巴 所以也許呢 有一天他們醒來 欣欣也會對他們微笑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嗎 這小說寫出來大家都 那個保守人士痛罵 不要臉 無恥 這樣 其他社會學家都覺得 哇 很多社會學家都有外語的 古典社會學家都有外語的 這樣就覺得 我基本上屬於哥德那種人 另外一個研究 發現當兩個人的關係內化成為當事人自我核心的時候 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我們的也是我的 這樣的意思 有吸引力的他的出現跟介入 就等於對自我的威脅 然後呢 因此當事人會啟動認知機制來維護既有的關係 避免關係受到破壞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人碰到外語都毫無抵抗能力 有些人是有的 那這些人呢 就是commitment比較強的人 如果你有關係了 有人還來跟你表白 說同學我喜歡你 那你大概禮貌的說法 就謝謝你 但是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我不會再有另外一段關係 那有些人講得比較不清楚 會說你跟人家表白人家說 可是我有男朋友耶 然後對方萬一很 腦筋很死 就說那我把他幹掉就好 你的意思好像說我也喜歡你 但是我有男朋友當成主愛 你只要能把他幹掉 我就會跟你在一起 有些人他邏輯很奇怪 他會覺得你的意思是這個 他不會覺得說 你有男朋友就表示拒絕的意思 他覺得你要拒絕 你應該說對不起我不會接受你 關你男朋友什麼事 所以也許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許任何同學 人家要邀請你加入這樣的關係 你可以跟他說對不起 我對這樣的關係沒興趣 我親愛的關係我很滿意 你不要拿什麼 我有男朋友 我有女朋友來當成一個說法 有時候有些人是不懂的 這是現行的 我只能找到的 還有很多我還沒看完相關的研究 那一般來講呢 有些關係如果有這種三角關係 我覺得談的比較少的 所以我這裡要稍微說明一下 用一個圖 解釋這個三角關係 第一個三角關係總共有六種 四種關係 A跟C是一個關係 一個二元體 A跟B是一個二元體 B跟C是一個二元體 但是如果這個人 有時候有一條線是虛線 就是B跟C可能不認識 因為那個A沒有告訴B 有關C的問題 沒有告訴C有關B的問題 那有時候呢 終於一天這個事情會爆發 這終於一天會知道 所以呢 就會變成A、B、C的一個三元關係 所以除了AC、AB、BC以外 還有一個A、B、C的三元關係 但是雙元關係我們只要考慮到時間 剛開始A是通常在最前面的時候 A、B、C是三個沒有關係的人 然後在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呢 A跟B有了關係 C就所謂的第三者 在這裡那時候是沒有關係的 或者可能有潛在關係 然後到第三個階段 所以AB兩人過得好好的 直到有一天C出現了 會有經過一段B跟C彼此不了解的時候 那這個A 因為不知道是男的女的啊 我們這樣講會比較方便 有時候講男的 好像這樣對很多男生覺得不太好 所以這個關係呢 出現的問題就在這裡 可是呢會有一個爆發點 就是B跟C知道 B通常C會知道B 哎呀你有太太啊 哎呀你有女朋友啊 他會知道 但B不知道他還有一個女朋友 簡單講這樣懂嗎 那後來兩個人都知道了 知道這個事情就是要到了最後攤牌的時候 怎麼辦 就幾種解決方式 一個就是相安無事 相安無事 在婚姻裡面就繼續做大老婆 懂嗎 B就繼續做大老婆 然後你有幾個小老婆 不管我的事 這個在有權人身上經常見到 好 這我就不用說了 另外一個呢就是 A恢復到A跟B的關係 然後離開C這樣 這個電視上最近的前陣子新聞也有這種事情 我原來跟你有關係 但我發現我這個關係比較重要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呢就是A跟C要建立關係 然後把B給幹掉 我要終止跟你的關係 我要跟新人在一塊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回到 A是AB是BC是C這樣 最難的就是其實T4的這一段 因為這裡面包含了各種可能性 包含了各種可能性 所以你該怎麼做 我常常被人家問到 我說你看最後結果要怎麼樣 你為了保持自尊 然後你看自尊什麼最重要 有的人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法律地位 那你就不要離開嘛 反正不要離開你也沒損失啊 你離開你就有損失啊 有人選擇離開然後拿賛養費啊 或拿什麼分手金分手費 我被問過一次 老師那分手要給多少錢 我說蛤 我說男女朋友 對男女朋友分手要給多少錢 我說男朋友分手要給錢 我從來沒聽過 但是他說你怎麼沒聽過呢 你不是博修多文嗎 這樣就被囚到了你知道嗎 有時候老師自己講自己 就自己挖個洞自己掉進去這樣 有人說要給分手金 我從來沒聽過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所以呢就在這裡要變成這樣 或變成這樣是個難題 有的時候其實人家已經 A已經決定好了 只是等待你放棄而已 人家已經決定好了 人家已經決定好了 懂嗎 所以三角關係不是一個人決定 他決定好了你還是可以決定 所以常常有人說 是不是通常三角關係是由A來決定 我說不三角關係由三個人來決定 你也可以決定 你也B可以決定主動的離開這兩個關係啊 我跟你兩個玩我玩不下去了 你們兩個要愛 你們去愛好了我走人了我 所以B可以主動求去 也可以被A砍掉 懂嗎就看主動權在哪裡 所以在這關係裡面三個人都可以主動 你也可以決定不要介入人家的關係 人家會罵你狐狸精啊你 當然要罵女的啦 罵男的不知道叫什麼 你吸血鬼 你狼人 不知道怎麼罵 反正女人都要罵女人的話一堆 男人的話就很少 所以常常被出現問題 居然這個階段 那這階段其實沒有那麼困難解決的 你可以在一開始跟他講 如果你有任何人喜歡你 你也喜歡他你就跟我講 我就祝福你們 也有人是這樣 這樣關係會比較不容易維持嗎 我看很難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commitment的問題 你可以看在 如果我們拿那個Standberg三個元素來講 intimacy誰會比較強 intimacy講情感上 passion通常是外語會比較強 這是外語的強項 那除了passion以外 commitment就看 commitment通常這原配會比較強 但是到時候大部分人都選擇放棄commitment passion沒有passion還是人嗎 他會這樣想 可是沒有commitment你還是人嗎 一樣 就最後是一個抉擇 然後自己讓自己覺得好過一點 所以這是三角關係 從形式上來分析會有這些可能的結果 什麼事都有人做過 所以不要問人家都怎麼做 問你自己要怎麼做 你自己要怎麼做 破鏡重圓還是有痕跡的 那這個真的是需要人生很大的智慧